前塘江大潮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人称为天下奇观 农历八月十八是一年一度的关潮日 这一天早上我们随着关潮的人流登上了大堤 前塘江横卧在人们的眼前 平静的江面越往东越宽 在雨后的秋阳下 江面笼罩着一片白蒙蒙的薄雾 这时候江潮还没有来 可是大堤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了 大家都昂首东望 在等着 在盼着 午后一点左右 从远处传来了隆隆的响声 好像闷雷在滚动 熟悉江潮的人告诉我们 潮来了 我们垫着脚向东望去 江面还是风平浪静 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但过了一会儿 响声越来越大 只见东边水天相接的地方 出现了一条白线 人群沸腾起来了 那条白线很快的向前移动 逐渐拉长 变粗 横穿过江面 在近些时 只见白浪翻滚 形成了一道六米多高的白墙 那浪越来越近 犹如千万匹白色的战马 骑头并进 浩浩荡荡地飞奔而来 那声音如同千万辆坦克车 同时开动 发出山崩地裂的响声 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 一刹那间 朝头奔腾而去了 可是鱼波还在漫天卷地地涌来 又过了很久 乾塘江的江面才恢复了平静 看看滴下 江水已经涨起六米多高了